大家好 我是胡子 各位 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有些事情要先跟你們宣布一下 各位還記得我之前在這支影片裡面 有辦過一個PS4的抽獎 然後在這支影片裡面 有把那位得獎者抽出來了吧 那非常出乎我意料的呢 這位得獎者當天晚上 就來我的粉絲團跟我聯絡了 因為一般我的經驗 一般在Youtube抽出來的得獎者 通常都幾乎不太會來跟我聯絡領獎 但是這次這位得獎者 非常迅速的出面了 可能是因為PS4的單價比較高的關係吧 但是呢 最出乎我意料的是 這位得獎者來跟我聯絡的時候 並不是說他要領獎 而是說他要放棄領獎 他說他是用他爸爸的帳戶抽獎的 結果剛好不小心就抽中了 然後他現在非常害怕 因為他沒有跟爸媽講這件事情 萬一忽然一台PS4寄到他家的話 他怕被罵 呵呵 怎麼這麼可愛的一個得獎者啊 那麼當然我也試著說服他說 你要不要跟爸媽媽溝通一下啊 搞不好他們會願意讓你領這個獎啊 結果他也是說不要 所以呢 我們就尊重當事人 我們就重新抽一次獎 那麼因為抽獎的時間也拉得很長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重新抽獎出來的領獎人公布出來啦 3 21 登登 啊 恭喜這位領獎者啊 記得趕快去我的粉絲團跟我聯絡一下 不管你能不能真的領獎喔 都來跟我聯絡一下 OK 那終於的事情講完了 我們來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我很好奇 鬍子你開箱完的東西你後來都有在用嗎 哼 老實說 還真的不是每個都有一直在用 畢竟我開箱過了那麼多東西 真的有一些感覺就是 不應該被製造出來 但是老實說 不管我開箱的東西好不好用 我都還是會把它留下來 因為有的時候就算我當下覺得不好用 但是 沒拿到 但是搞不好我之後的實驗會用上 所以呢 我通通都會把它留下來 那如果擺了很久 真的發現都用不到的話 我就會找一個真的有需要的人 然後我看手錄矩絕對不會浪費的 請放心 我今天回來的各位 我是吳智 咦 我今天沒有說過這句嗎 好啦 這不重要 重點就是呢 各位 過年期間我不是說 我好好在家裡休息嗎 然後我就滑我之前的影片 我要把我從以前到現在的影片 全部都看了一遍 然後忽然發現呢 欸 我好像好久沒有開Facebook買來的奇怪的東西了 不行 身為一個Facebook廣告終結者 怎麼能這麼代付職守呢 剛好 就到我這麼想的時候 立刻就在Facebook上面滑到那個 看起來好像很好用的東西了 欸 嘿嘿嘿 這個東西是號稱追劇神器啊 各位 過年的時候應該都在家裡用手機用平板追劇吧 那這個東西號稱呢 能讓手機的螢幕擴大個好幾倍 讓我們在追劇的時候能夠看到更大的畫面 減低眼睛的負擔 有這麼神嗎 立刻來看看這個追劇神器到底有多厲害吧 首先呢 箱子打開了之後 看到這個是它附贈的這個 mini speaker 這應該是藍牙喇叭吧 哇 這個真的是 滿滿的廚師爛造的感覺 這個喇叭真的不是我在說欸 跟我上次買的那個藍牙共振喇叭比起來真的是 雞腿皮大炮 好啦 畢竟這個只是正品喔 我們不要要求太多 我們重要的是它底下的那個東西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包裝喔 它這邊就是跟上次那個紙火鍋一樣 就是用通通都是紙盒的外包裝 然後前面這邊有它們的標語 讓我們離手機再遠一米 一米改變了我們的視野 也改變了我們的健康 喔 聽起來相當地勾搭上了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抽出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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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看起來好像 真的還滿舒服的感覺喔 欸 滿出乎我的意料喔 有可能是我自己對那種木頭的東西 特別情有獨鍾啦 看到這種木紋呢 我就覺得 欸 舒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要怎麼使用喔 OK 大致上研究了一下 這個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它前面這邊就是有一塊很大的 經過特殊加工處理的玻璃喔 那這塊玻璃它號稱可以 防輻射 抗紫外線 超高清 物理音控 之類的一些非常厲害的特性喔 不過我是不知道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它說的那麼厲害啦 但是我能確定的一點是 它是一塊非常厲害的放大鏡 欸 嗨 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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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嘿 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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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观看距离是1.5到3米 所以我们要稍微移动一下 OK 这样的距离应该够了 从这个镜头到这边 刚好大概就是1.5公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如何吧 好 随便播了一部自己的影片喔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是正常 这样圆圆的看着萤幕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把它推进去看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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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稍微试着调整一下 因为刚刚说明书里面有说 它这个最好是在比较暗的环境 然后要调整一下那个距离 不然会有一些反光什么之类的问题 反而会投昏 哦 各位 不行 我调整了很久 我都找不到那个最适合的距离 不管我这么调整 边边一定都会超出去 给你们看一下哦 我视线正常来看的话是这样子 各位看到 下边界在这边 大家要再往上看一点 而这里才是上边界 然后 左边界在这边 左边界在这边 大概就像这样子 不管你从哪一边看 一定都会有一边的边界是超出去的 诶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难道是因为我的手机 螢幕比较大吗 不然 我来换一台比较小的手机 试试看好了 好 进去里面换了福尖的手机 出来试试看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大小 差的是相当的多 哦 这种比较小的手机 应该就比较适合了吧 来试试看 放上去 1.5公尺 有用有用 来来来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哇 这个大小就相当的刚好了 如果再退后一点的话 就会稍微再放大一些些 不过我觉得这个距离差不多刚好 而且那个螢幕看起来还有一种 很电影很科幻的感觉啊 那边边从这样子 这样扫出来 那个是什么光啊 那个是 啊 那个应该是我工作室的补光 我去把灯关掉看看 效果会不会更好 好 来瞧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给你们看一下哦 这样各位看得清楚吗 其实我觉得效果真的不错诶 来给你们看一下 没有用跟有用的差别哦 诶 把它移出来 这旁边的大小是这样子哦 来 我把它推进去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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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整个变大诶 诶 好酷哦 这个变大了应该至少有 四五六倍左右吧 这个效果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一些 不过 该怎么说呢 我先把场景恢复原来的样子哦 好 简单来说咧 这个东西效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一些 但是远远没有它广告上面那么神奇 好 各位如果看过Facebook上面 因为这个产品那支广告的话呢真的是超级夸张 我看那个广告上面这个玻璃的荧幕 应该是用后置上去的 那这个产品实际上用起来 确实是有放大效果 但是就像你们刚刚看到的哦 董老师我自己的误会还是 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哦 那中间的放大效果还OK 但是越到外围它变形就越来越严重 而且越来越模糊 再加上它使用的条件其实还蛮多限制的哦 如果你在观看的时候角度不对哦 没有正正的看 而是从旁边这样斜着看的话 它那个画面的清晰度和大小也会差很多 所以老实说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广告看看就好了 不一定真的需要买 除非你买来有别的用途 把它改装或者是当成放大镜什么东西来玩之类 诶 不晓得把这个东西当成一般的放大镜效果怎么样哦 诶 我们来试试看 OK 这是我现在第一人上看到的视角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沙发 诶 这个效果好像还不错诶 只要调节这个镜面跟那个物体的距离 就可以调整那个放大倍率 诶 还蛮酷的诶 诶 感觉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当做自然科学课的教材诶 我们来再多看几个东西看看 哇 你看 真的诶 因为那个在二倍焦距之外 所以变成了倒立的像了 那我如果再把它慢慢放大 慢慢放大 慢慢放大 无法成像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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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看 又变成正立的像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 攻击自由钢弹 诶 放大了 放大了 看起来好像科幻电影 感觉可以拿这个来拍特色片诶 诶 酷酷酷酷酷 来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寶咪 寶咪在哪里 诶 发现阿爸 阿爸 让我来看清楚你的脸 诶 诶 可以诶 打他牵手 阿爸 阿爸 阿爸在瞪我 欧莉 欧莉完全不想理我 欧莉 欧莉理我了 嗨 欧莉的表情有点惊恐 不想说这什么东西 好像看得到对面 又看不到对面 诶 来 好了 诶 诶 诶 be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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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笑 等一下 它是不是有锯球 耶 诶 诶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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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好玩一些 诶 Von Fcht 来 Yulu來 嗨 Yulu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过去 我要爬 Yulu该是下刨 就是啊 YouTube YouTube是... 這種非人類的東西 OK 測試完畢 這個東西作為一個手機螢幕放大器 還算是差強人意啦 並不是說非常的好用 但是呢 作為一塊大型的放大鏡喔 可以說是趣味度滿分啦 不管是在自然科教學 還是在生活應用上面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發揮一些用處 所以呢 這一塊 我就把它保留下來啦 搞不好以後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用得到 那 照慣例喔 我都來了一塊來抽獎送給你們 好 各位 如果有想要抽獎 抽這個東西的話 想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公開分享這支影片在Facebook上 然後按讚並且在底下留言 加上Hashtag Yulu不要怕 這樣就可以參加這支的抽獎啦 那如果各位想要自己買一塊回家的話 就在Google上面搜尋手機螢幕放大器 應該就可以找到這個東西了 OK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 分享 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可以點旁邊這些小光光 我是胡子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